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学院课程目前有 潜能开发课程 安利亚英文课程 企业管理 创意工坊 传奇名人堂 为企业家列造定位和价值 并能在iFuture商学院打造企业品牌与文化价值 并参与全世界名人传奇之业 学院愿景是培养更多能全面发挥潜能 建立自信 以及生命负责任的人 帮助您在终身学习上奠定基础 学院将建立最好的学习基础与方针 并领导着所有的学习者 不只是iFuture商学院的现在 更是步向未来最重要的使命 心思到了释语 在我们 来到此世界上 不是每个人都能够享受到一个命运 我知道 我自己才能做大透 为自己的人生 哈喽 大家晚上好 晚上好 欢迎大家收看和收听CPF 我是Cherry今天的主持人 我们的主题是访问一些企业妈妈 如何在行动管制令期间 如何经营生意 还有照顾他们的孩子们 今天我们很荣幸的邀请到Vinny 来到我们的Live Vinny请和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好吗 大家好 我是Vinny 来自iFuture Study Hub 你好Cherry 好 大家晚上好 如果大家在线上的话 请写HiHRI 给我们打个招呼 然后把这个link 选去你们的profile 让更多人看见Vinny Vinny是KUUB iFuture Study Hub的首席执行官 也担任中国大马 厨娘餐饮品牌策划顾问 他曾在上海名人说之破茧而出当的其中一位演讲嘉宾 iFuture Study Hub是一站式教育中心 当中包括来自英国Anglia国际语言中心 企业培训企业品牌策划 助创业者找到适合的生意投资方案 Vinny在2019年也荣获以下输融当中 包括IEQBA广州2019年度国际行业杰出精英奖 2019 International Prestige Brand Award 年度最佳企业活动策划品牌大奖 真的好棒 所以我今天很荣幸的邀请到Vinny来到我们的live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请跟Vinny打个招呼 写嗨 嗨 嗨 好的 Vinny就是当你第一次听到这个行动管制令的 第一个感觉是什么呢 因为由于行动管制是从中国先开始的时候 就是中国先爆发这个疫情 那时候中国的参与品牌这一块就有参与其中 那那个时候都已经想方设法在安排一些业务上的那些策划 所以在疫情当中我们就已经学习 只是一直在担心不晓得几时会在马来西亚爆发 所以也真的在3月18号就在马来西亚开始行动管制 好的 所以Vinny有多少位孩子呢 两位 两位多少岁 一个十岁一个八岁 好可爱的年龄 所以你这期间有什么特别的亲子活动吗 亲子活动啊 因为一直以来都是忙于工作 忙于自己的事业比较多 然后他们都没有办法可以吃到我亲手煮的 就是那些一天三餐 一天三餐的时候都应该几乎说他们长那么大 那应该很少机会吧 我也很少下厨 可是因为这个MCO的时候呢 前面的两个亲戚吧 会专注在家里就是work from home 因为那时候是比较严重的 然后也担心不晓得会是什么情况 那因为我的公司也这样巧就在Siri Bataling 那个时候 对 所以呢就前面18号开始封城的时候 就行动管制令开始的时候呢 就乖乖的待在家里 然后就会边工作边照顾两个小朋友 然后到4月1号呢 我就正式回到公司去复工了 嗯 好的 所以这期间你还是怎么经营你的生意呢 就是你的iFuture Study 所以做线上的教课嘛 嗯 对我们都有线上的一直以来 因为不只是在马来西亚本地嘛 我们在中国也有伙伴们 所以呢一直都是以互联网这个模式呢 来进行我们的课程啊 然后线下的教学就肯定暂时不能够进行 嗯 嗯 就是全部线上 所以可以多分享一下吗 其实iFuture Study Hub 是一个很新的概念对不对 我看市场上也没有很多的 这样子的学研 你可以再分享多一点吗 你们这个 比如说怎么去报名啊 还是怎样的 可以啊 我们的官方网站呢 在Facebook 或者是在我们的网站都能够找得到 那当然报名的话呢 联系我们的Facebook inbox呢 我们都有后台的人员协助 那其实主要KUB 这个iFuture呢 我们是一个一站式的那个learning center 就是里头不单只是小朋友 我们还有一些企业管理啊 的课程 甚至呢就是在海外的呢 我们都有安排 然后这整个东西也包括了就是品牌策划 也归类其中 嗯 因为我的本身就是在于专注于品牌策划 这一块比较多 嗯 所以iFuture呢 我们也在12月的这个时间呢 我们也成功的和英国English的那个国际英语课程呢 签下了这个备忘录 就是我们将会开发于线下的那个实体教学 可是现在因为MCO管制的话呢 我们也有进行线上的课程 就是从小朋友七岁开始 直到就是职业人士 就是可能有些是part time 他们要读这个英文课程 暴读的话 嗯 都是可以考过我们这个国际文凭 是受大学承认的 嗯 从七岁以上就可以开始上这个英文课了 对 非常的棒 嗯 所以呢就是你这个什么 什么机缘下其实你会就是想要经营这个IPG Study Hub呢 其实这个要归功于我的贵人啊 就是我本身的生意伙伴呢 一个Dato Street 他非常的有远见 那因为一直以来我们都有活动策划这一块的配合 然后他也一直以来都看好教育这一块 因为我们知道不管今天是疫情 还是平时不管事到是好是坏 学习是总要的嘛 对不对 小朋友到大人都一样啊 我们都是一直在学习啊 所以大家都有那个心想要开发这个 Education的这个事业 因为是一个很有福报的一个事业 所以我们的宗旨呢 KUBI Future的宗旨呢 是要有我们自己的大学层 那也真的是 真的是拓赖于我的这个 我人生的贵人吧 他一直不断不断的鼓励 然后他也是 就是从中 我如果遇到一些什么样的状况的时候 他都会一直在支持着 所以我也很开心 人生中有这个 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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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博乐 对 所以你的大学层是在哪里呢 会在吉隆坡这一区的 就是不不远 我现在先卖个关子 因为呢 这个 这个等我们正是 就是我们的开幕里的时候 我们才揭晓会比较好 好的 是我们 就是 就是 我们就是 期待你的这个大学层的这个开幕 嗯 所以呢 现在你的十几天是在 水肯邦安市吗 已经可以开始就是 可能 行动管制力过后 就是已经 学生们已经可以上课了 对不对 是的 是的 嗯 就上你们的这个 Angla的国际议员的 是的 嗯 好的 所以呢 因为你就是在这期间呢 你学到有什么新的技巧吗 可以分享一下吗 嗯 嗯 有啊 因为在这个疫情的 来到我们马来西亚嘛 所以 之前都一直有在用互联网 一直在 就是我们用电话来操控 我们的生意 可是现在呢 会更加的 就是 Fully focus on 这个互联网的 这个科技 然后也在这段期间里头啊 因为以前都会 可能有时候会因为 业务的繁忙 所以就 没有机会 每一堂的 那些进修的课程 很想去 可是有时候会crash down 可能人在海外 不在本地 还是 就是会有时间上的冲突嘛 可是因为这个疫情 lock down 就给了我很多的机会 我只需要在家里电脑打开 然后我就可以上完所有的课程 所以就是 这个期间 我觉得 我们要好好把握 这个过程 因为可能 开封了以后 就是大家 也怎么说呢 即使现在 我应该说 现在也很多人都在打瓶中 包括我自己在内 所以也是不断的学习 不断的一直在变 就是 整个疫情我们也要时间去适应 这个是当然 可是 适应的快的 就肯定 会跑在前面 如果我们还在等待 或者是 还在担心 还是 一直很负面的话 可能很多东西都做不来 嗯 对非常好 所以呢 就是 刚刚政府有说 我们的这个 CMCO就是延长至 6月9号的话 所以你有什么看法呢 这个 其实也不大影响 因为 你看 这个疫情今天 它这样子的宣布 我其实是蛮 安慰的 第一 我们最起码人民 还是有那个很 有那个危机意识在里头 就是大家都还会 就是守着那个规矩 不会去 做一些比较可能 团 就是很多人的聚会啊 还是 嗯 就是把那个 那个 得到这个疫情的风险提高 那自然就 人民会很危险嘛 所以即使是开封了以后呢 我也 我也觉得说 每个人 这个是 必须要靠我们自己本身的 那个 意识 所以 很多时候是 教育这一块呢 是我们必须要去灌输的 嗯 所以好像 尤其是小朋友 他们会很好奇 怎么平时都是 我必须要 过的生活 就是可能要去学校上课 怎么经验会那么好 会完全 就是打开电脑在家里 就可以过这样子的上课 嗯 online的上课 他们都 每个人都在适应中 所以我们也必须要呢 把这个很重要的消息给教育 就是教育下一代 教育身边的 不管是老人家 还是我们身边的人都要提醒 因为毕竟 这个是全球 大家都是第一次面对的这个疫情 嗯 所以呢 我觉得说 政府做了这个决定呢 不管今天到6月9号 甚至会不会到 今年年底 大家也不晓得 可是最起码 我们还是会抱着那个 战战兢兢兢的心情 去看待这个疫情 我们不能够疏忽 因为一旦 一个人开始疏忽 很多身边的 如果今天是宣布 5月12号解封的话 可能大家都没有那么勤洗手 然后可能大家都 在一起 在外就是溜搭的话 可能这个会是第三度的爆发 还是第四度的爆发 就很很危险 因为我们看到国外 国外的那个人口 就是有 就是伤害到那个生命的 是非常的夸张 所以真的 我们也必须要非常的小心 看待这个疫情 嗯 好的 所以呢 那Winni就是就是管制令过后呢 其实你们的生意上 有没有新的一些策略吗 可以分享一下吗 就是除了线上 还有什么新的策略吗 有啊 陆陆续续呢 会在我们的Facebook网站呢 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新消息 因为毕竟我们在马来西亚本土呢 我们英里亚呢 是做这个线下的教学 那因为这个疫情了以后呢 我们也是有在改变 即使我们的那个品牌策划这一块啊 我们都完全大幅度的转变 因为集团集团的那个整个集团的操作呢 全部都已经完全是搬到去互联网的这一块 所以肯定会有不同的转变 嗯 非常的好 所以呢 现在呢是我们的Vini 她是KUUV iFuture Study Hub的首席执行官 所以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可以留在写在留言 她会回答你的 所以Vini也是担任中国大马猪娘餐饮品牌策划顾问 所以Vini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就是怎么做一个好的品牌呢 嗯 其实品牌呢也离不开我们个人的品质 而且还有公司的诚信啊 因为很多现在尤其是互联网嘛 在镜头前面他们不认识 就是客人不认识我们这个商家 那要怎么样去让别人有这个信任度呢 所以整个策划里头呢 也离不开的就是品质管理 还有我们的诚信管理 这两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是售后服务这一块 就是可能一个跟我们默不认识的一个客人 他买了你的东西以后 他想要得到的一些服务 可能是售后的 又或者是还没有买之前 他想要问个清楚 甚至他 因为不同的人啊 人有几种啊 那就看我们每一块都要做到到位了 要看不同的企业吧 就好像干嘛橱娘是餐饮业 那餐饮业又有餐饮业的管理 而且不同的国度 那个在中国 中国的企业模式和我们这边肯定有差别 嗯 嗯 像来西亚的 不管是活动品牌 或者是 这个教育系的 都有不一样的那个 它的制度在里头啊 嗯 所以就是做一个品牌之前 就是要深入了解 它是属于什么行业的 你要去跟他们设计 就是他们的品质管理 是 客户服务的管理 还有这个消耗 消耗管理这样子 所以是很大的时候 所以要学的话就是去iFuture Study Hub 对吗 还是直接问你 就好 可以啦 iFuture 因为我们iFuture是一个团队啊 那不只是单单我这一块 就是我们整个团队呢 是包括了这个Digital Marketing 然后宣传 然后甚至就是整个打造的这个品牌 是从A到Z 就是我们是一样式的 包括在里头啊 所以我一个人肯定 肯定没有这样大的能力 可是我们是一个团队来进行 那肯定不一样 嗯 很好 非常的好 所以因为你就是在这个创业的生涯 有什么令你最难忘的事情吗 可以分享一下吗 创业最难忘啊 应该是我在做活动策划这一块吧 那呃 就是在我们去年2018-2019 就是蛮多活动 很多很多大型的活动都在进行嘛 那曾经试过一个 就是在Certia City Convention Center 就是五千人的大会啊 那因为 嗯 因为客人从不管舞台设计 到所有的小小细节 那大家都想要尽善尽美 因为也花了很多的钱在那一场活动 那当然 我们我们接客户的生意 我们不只是赚钱 因为 最重要的是 要让客户有得到 就是 真的那一场活动是值得的 然后 他想要的一个 一个很好的一个活动 那所以呢 每个细节我们都不可以马虎啊 所以我自己本身呢 会 可能因为在做 event策划的这一块 责任感很重要 所以 自己本身试过24小时没有睡觉 就是为了一场活动 可是那场活动结束以后 我可以睡24小时 就是先苦后甜 24小时不能睡觉 因为是很有很有成就感的 不是每一场活动 就可能 因为做活动 其实是要用生命去感染身边的 然后来宾们也会感受到 哎 你们的用心 所以在这一块呢 真的是 一切都是用心去做的 所以 人也肯定会消耗完所有的体力 那一旦你的活动一完成以后 啊 你就松一口气 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好像风尘深吹这样子 所以看到客人开心 我们自己也开心 嗯 非常的好 所以在这个 经营这个iFuture Study Hub 那有什么让你比较难忘的事情吗 iFuture Study Hub 其实就是在于没有lockdown之前 其实整个center已经是 可以说尽善尽美了 就差那一点 我们因为选了你知道 我们选了一个良辰吉日吧 要做我们的开幕里的 可是还赶不及开幕 然后就政府宣布要行动管制令 所以没有办法 我们还是要配合政府的那个消息 所以我们就暂且 一切的业务还是照样进行 只是先暂时不能够做大型的聚会嘛 那这个只有挪后 到我们开封了以后 我们才来进行 嗯 好的 祝你们开幕成功 OK 开幕 线上有好多的朋友 跟他们打个招呼 Christina 哈啰哈啰晚上好 嗨 还有Justine Chong 哈啰晚上好 Jack Chong Niklas Nick 还有这个 阿罗汉 晚上好 所以呢 线上是我们的Winnie 他是KOUBI Future Study Hub 他的首席执行官 所以如果你有任何问题 关于iFuture Study Hub 可以留言 他也是企业活动策划品 也得过企业品牌策划大奖 所以任何的企业活动 也可以问Winnie哈 所以Winnie就是 这个 就是怎么 什么 就是你们就是 会做这个大马出娘的这个品牌嘛 对不对 所以他们那边 马来西亚其实跟 就是在中国啊 就是中国的餐饮跟马来西亚有什么很大的分别吗 可以分享一下吗 其实大马出娘呢 是把大马的美食跟文化带到去中国 那完完全全这个大马出娘的创办人呢 他们也是马来西亚的本土的人 然后就他们一开始就是两位创办人都很想要在中国闯一番不同的职业 因为他们在本土各自呢都有自己的生意 只是说时常到中国去办业务也机缘巧合之下遇上了这个机会 那就两年前在那边开始去发展这个大马出娘 然后呢我是在一年多前参与了他们整个这个策划品牌的这一块 那在那边呢目前已经有六家实体店 就是大马出娘自己本身的就是遍布于广东省跟福建省 然后我们也陆陆续续今年里头因为疫情呢也拖延了好几个月 因为其实今年原本他们的要开的实体店呢是三十家 所以现在他们也是如火独徒的在进行中装修之类的全部 因为他们是加门招商的餐饮品牌 嗯嗯嗯嗯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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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现到大学层的这一块 这个梦虽然有点重 可是我相信 它可以实践 因为毕竟我们都一直在进行中 都在努力的开发中 所以教育这一块吧 我觉得教育这一块是非常重要的 不管是为了企业品牌 还是为了下一代小朋友 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你的梦想就是尽快可以看到 这个大学层的成立 所以除了这个还有吗 当然 就是自己本身担任着 中国这个餐饮品牌 也希望可以尽我的能力 就是能够协助到这个餐饮店 他们的目标是开100家的实体店 所以今年里头 如果真的到月年底有30家的话 那就是可以在我们三年里头 就是100家应该不知大问题吧 好的 所以有观众朋友问 Vini就是其实个人品牌跟这个公司品牌 其实哪一个重要 其实目前是看自己本身 你想要他格在哪里 很多人很多时候呢 是卖自己 人家不是因为你是哪家公司 人家是因为你是谁 然后你说的 你做的那个诚信度 人家都因你而来的 所以如果你问我说的话呢 其实两个都很重要 可是真正来说 你的公司跟你是息息相关的 就是你平时的 那个所有的策划 你的image 公司的理念 都是一体的 是缺一不可的 没有的说 今天只是做公司的 除非那家公司不是你的 你只是一个打工的 那个就另当别论 可是如果说这家公司是自己成立的 不管是有没有伙伴 你都是一体的 因为你走出去 你也代表着公司的 非常的核心的一个 其中一位伙伴创办人的话呢 这个东西肯定与你有关 所以个人与公司是离不开的 但是要先做个人先呢 还是做公司先呢 还是一起做 哪一个先做 一起做 肯定是一起的 好的 所以呢 可以带这个 可以赞一下我们的番茄 就是Speed FM John Speaking Academy 还有iFuture Study 所以因为你的这个iFuture Study 接下来有很多的Live 对不对 所以接下来你的活动是什么呢 你可以分享一下吗 接下来我们5月12号将会有访问 开始就是有一系列的专访 我们的传奇名人堂 将会正式的上线 那传奇名人堂呢 其实主要的呢 就是让创业或者是企业家们 在他们经过这个MCO的这段期间里头啊 让他们来分享 让现在可能外头还有很多很迷茫 或者是还找不到方向的企业家 甚至是可能想要出来创业 或者是刚失业的朋友们 他们都很想要听听大家的心路历程 怎么样度过了这一关 也许这个分享可以帮助到一些 一些伙伴们能够找到他们要的方向 也说不定 那传奇名人堂呢 将会是一个 它不只是一个专访 其实因为传奇名人堂 是包括了策划品牌 以及呢 我们即将上线的 那个网络颁奖典礼 我们的传奇的传奇 也会进行 所以这个是 一个比较 就是目前我们在做的 嗯 所以你们的主题就是 开脱祖国引领先通嘛 对不对 然后就是 如果人在本地 就是可以开脱祖国商机 然后跨境中国 对不对 那个是 第一跟第二集呢 会是邀请到 这个大马淑梁的创办人 以及我们 这个爱可罗集团的 发展业务总监呢 来跟我们分享 到底在这段疫情之中 他们如何仍在马来西亚 可是他们去 发展于他们自己中国的事业 也在这个时候呢 他们也非常多的心得 因为毕竟他们 是从一月份 就是去年呢 应该说 去年十二月开始 就已经面临了 所以他们来得很早 他们应付的也非常的 就是非常的顺利 而且 也替他们高兴 所以也请他们上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正能量的这一块 就是怎么样可以度过 非常 就是把这个 非常时期 顺利的度过 那再来呢 再来呢 我们也请到了 我们的旅游达人 Ms.Eda Poon 她会是在 5月19号 那留守着我们 iFuture的FanPage 我们就会 陆陆续续 把好消息分享给大家 好的 所以要 就是来 他们的FanPage iFuture Study Hub 有很多的直播 很好的资讯 所以呢 我也顺便宣传一下 我们John Speaking Academy 是一间 专家小朋友演讲 提升知性性的学业 所以呢 我们现在有推的课程 就是线上演讲 然后十周 还有十个月的课程 所以家长们 如果你要 想要知道详情 可以撕来我们 或者去我们的面子书 所以 Vinny就是 有观众朋友问到 就是 其实写一本书的话 是一个 很好的 一个品牌 就是 增加品牌的效应吗 还是 你如何看待 写一本书 是可以增加 你的个人品牌吗 还是怎样 可以啊 这个是当然的 因为 看你自己涉及的 生意是在哪一块 如果说 你本身是 想往的 因为有些创办人 他们的 有些企业家 他们到 一定的 那个境界的时候 他想要拥有 他自己 就是在 生之年里头 他要有一本 自己的自传 或者是来 纪念 他这一段 心路历程 如何去打拼 这个江山 不是于 不是只是说 写一本书 有些省次是出 自己的 不同系列的专辑 这个是一个 很好的 如果能够在 不断不断 有这些书籍的话 真的 不管是帮助 你自己本身的企业 或者是 留于你自己的 下一代 这个是一个 非常棒的一块 是非常 所以 所以你是 顾虑他们 就是企业家出书 对不对 也是包括你们的一些 你们的这个 企业培训之中的 一个课程吗 有啊 这个我们都有在做 非常的好 好的 所以呢 给到最后呢 Winnie可以跟 我们观众朋友们 分享一些 正能量的信息吗 我想要传达的 这个正能量信息 应该是 其实这个疫情呢 我们好好的把握 因为 毕竟 整个时局 不是我们一个人 在度过 现在是全球 都在面临这个疫情 大家都在 抗战嘛 对不对 那其实马来西亚呢 算是非常好的 一个进度 我们都看得到 所以呢 马来西亚的 我们要真的 要继续的把这个正能量传给身边 一个疫情结束了一个时代 就比如说我们之前不做的东西 可能都很少会用网上购物啊 网上快那些什么送餐之类的 可是因为这个疫情让我们大大的提升 这些都是一个小细节 所以不要去不需要去 就是 看西 哎呀 这个疫情 真的 我也知道 很多人都会 可能面临种种的问题 大家都一起在面临 所以呢 一个疫情结束了一个时代嘛 那我们要一定要想 其实它在开启另外一个高峰 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个是一个洗牌的一个过程 那牌洗了以后 越快站回起来的 越快开始迈进的 那我们就是越快走向 也可以很快超越 可能以前你做不到的东西 可能就是很容易超越自我 一定要突破 嗯 就要超越自我要突破了 对 就是跟自己在成功 就是你给你自己突破 每一天突破一点 肯定成功就离你很靠近了 嗯 每天都要突破 好的 水云你就是说回 就是你在这个 上海明轮说之破茧而出 有担任其中一位节奖嘉宾 可以分享一下当时你的这个 这个心得吗 哦 那个是在去年的12月4号 就是非常感谢 上海的这个平台哦 一个40年历史的一个上海的这个传媒公司 那因为那个时候真的是缘分 我们六位分享嘉宾都不不认识 我都不认识他们 我也是经过一位贵人 然后介绍了我给他们 因为大家都不熟悉大家 然后也经过 阿文林老师 还有崔林老师呢 的指导 那整个过程呢 就是跟以往我参与的一些 呃 分享的 就是担任他们分享嘉宾的那个过程 完全是不一样的 也因为这个缘分的开启 我们不只是六位分享嘉宾而已哦 我们六位还要加我们的这上海的这个 这个organizer 我们的miss elene 还有我们幕后的工程 justine 还有melissa 我们就这几位呢 都变成了好姐妹 所以这个疫情 这个疫情呢 因为有他们啦 我真的感觉到 很多的心里头很多的喜悦 就是原本可能 面对疫情的时候 可能都会心情 不是那么的好 可是一天小惊喜 每一天都有一点小惊喜 我们在群里头 大家都好像 我们都互相正能量的 就是在鼓励对方 然后他们的 Amy啊 还有Louis啊 也是你的分享 嘉宾 真的 有时候不是说 认识彼此有多久 是认识彼此 有没有在用心 所以我真的感觉到 我很欣慰的就是 我因为他们 我真的在整个这个疫情之中 都是点燃光芒 去照亮别人的 对 不要就是 不是认识多久啦 对不对 就是看你有没有认心的 用心的去认识那个人 这样子 非常的好 所以你可以再分享一下 就是你在2019年荣获 殊荣嘛 对不对 就是IEQBA广州 2019年度的国际行与国际行业 接受精英奖 所以那时候的可以分享一下你得奖的心得吗 当然那个也是我人生中在创业的这个新路历程里头第一次到国外就是在广州领奖 那这个也是相当于对因为这是个人个人奖项因为它是精英也是被这个IEQBA的主办单位提拔可以到中国那一天去领这个奖项所以呃就是这个 在一个阶段的时候对自己的一个肯定吧 所以是非常非常大的动力 因为得奖以后不是停留在那个奖项而是告诉自己我还可以更好 所以就是继续要就是不管在哪一个领域不管是在哪一个企业呢我相信呢都可以做得到只要我们用心去经营的话肯定没问题 嗯 ok 非常的好 所以呢到最后呢谢谢观众朋友谢谢Vinny的分享 所以Vinny还有还有什么信息还要告诉大家的吗 嗯想跟观众朋友们分享就是疫情很快就要过去了 把握好这个疫情的时间可能不管自己是在家里的或者是已经复工的一定要就是千万个小心 请洗手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就是对你身边的家人最大的保护就是你爱你的身边的人不管是公司的还是家里的成员 你爱护你自己那个就是最大的保护全家人的利益了 真的这个就是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这个是最重要的 嗯对希望大家身体健康谢谢Vinny的分享非常棒 如果有任何关于iFuture Study Hub的任何这些课程资讯可以继续浏览他们的面子书 所以谢谢大家谢谢Vinny 各位观众朋友晚安我们的直播到这里为止 OK拜拜 拜拜 拜拜